大家好,我杨小青 现在呢,站在摩洛哥马拉克什大街上 现在是晚上八点多,八点半了吧 我为什么站下来拍这段小视频呢? 大家看,这三只狗 你看,安详地卧倒在马路边上 我来到摩洛哥已经有快两个月了 我喜欢步行 在步行的大街小巷呢 我到处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猫和狗 有猫有狗 他们呢,好像也不属于谁家 就是闲散 可能也熟悉了他周围的环境 我经常看到有好心的人 施舍给他们放在一个什么地方 有吃有喝吧 在其他国家呢,我去的其他国家呢 包括中国 那狗是很有攻击性的呀 可是到了这个摩洛哥马拉克什呢 我惊奇地发现呢 特别是狗 它是怕人的 特别是看到我这个中国来的这个 奇装异服的外乡人 这个老太太 他更是躲着我 生怕我走近他 现在呢,因为他们呢 看到我 可能他们也认识我了吧 我经常在这条大街上漫游 我喜欢步行 刚才有一位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士 就跟我说 你在这里感觉到怎么样 我就说这狗是怕人的 而且很安详 她就说 呃,她和我们的摩洛哥的人性差不多 就比较 呃,叫什么 善良吧 被动的 哎呀,我这视频转来 转过来 就走到这里 今天是2023年的十 呃,四月十五号 啊,这是Ramadan 再有十天就结束了 我今天晚上呢 又吃了一顿 嗯,好心人施舍给我的饭 走到大街上 嗯,七点一过 就有人请我吃饭 所以呢,我为了不影响他们呢 就躲在一个 角落里先吃完 再见